互联网的广大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小鱼 欢迎大家和我去学习西家家快速入门 OK,这一节课呢,给大家介绍一种特殊的关系 称之为有缘关系 那么,在西家家里边呢,有一种特殊的友情关系 叫做有缘关系 那么,什么是有缘关系呢?是什么样的呢? 不多说,我们上图 好,大家看到了,这就是我们的有缘关系 别惊讶,没什么可以惊讶的 等小小鱼把这个介绍完之后呢 你就会发觉小小鱼的比喻是多么的贴切 好,那咱开始 刚刚那张图呢,如果没有看过 那你就很奥特曼啦 不过呢,如果初学西家家的话 没有听说过有缘关系 那倒是比较正常的 那么,首先嘛 任何事情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对不对 既然西家家的发明者 他创造出这种关系 那么,必定要有它存在的理由 那么,是什么呢? 在编程中,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有访问控制 对吧,访问控制呢 主要是Public,Protected,Private 这些访问级别 可以让程序员控制 谁,哪个函数,哪个类 有权限使用某个类里边的某个方法和属性 这个强大的方案呢 可以把代码的实现细节给怎么样 给隐藏起来 不让那些没有相应权限的代码访问到 他们只能够访问到 赋予它相应权限的一些方法 或者说是属性 可是呢,在某些场合 一个完全无光的类 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 它可能需要访问到某个类 某个类里边的Protected成员 或者是甚至是Private成员 那该怎么办呢? 好,那有些朋友呢 可能就会说 那就把所有的东西 把那个类里边所有的东西都 声明成Private吧 这样固长可以 但是呢,这样子的话 不就把我们原来想设法保护的 那些Protected的成员 Private的成员 都又给暴露出来了吗 对吧 这样子的话呢,就矛盾了 那么,有些矛盾啊 正因为有这种特殊且尴尬的矛盾的存在 西加家的发明者呢 就为此想好了后路啊 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增加了一种有缘关系 那么有缘关系啊 说到底,就是说 它是同类之间啊 不,它是类之间的一种 特殊关系啊 不同类之间的一个特殊关系 写错字了 这种关系呢 不仅允许有缘类 访问对方的Private属性和方法 就是说我们在声明一个类里边 我们可以跟它说另外一个类 声明另外一个类 是这个类的有缘类 还允许有缘访问对方的Protetic和Private方法和属性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发觉了 这不是普通的朋友啊 普通的朋友呢 怎么可以把Private这些最隐私的地方公开给别人呢 对不对 这必定是有激情的朋友 那才可以 做到这么的亲密无间 小姐有时候发觉自己的比喻 真是好贴切啊 声明一个有缘关系的语法呢 很简单 只要在类声明里边 在你这个类声明里边的某个地方 加上一条friend 朋友的friend friend class 加上你需要有缘的那个类的名字 那就OK了 好 这条语句可以放在任何地方 意思是可以放在Private Protetic Private的任何段落 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在这个类里边 有了这个friend class 另一个类的名字 那么另一个类跟你这个类 就发生了某些激情关系 他们两个人呢 就是相当于 是同一个人啊 那好 那么说啊 说多了也是白说 因为呢 大家可能笑笑了 笑过了就忘记了 那我们应该来做一下练习啊 从代码上给大家解释 呃 首先呢 这个巩固练习呢 希望大家来自己的来完成啊 根据小姐刚才给的提示 锻炼一下自己的自学能力 那么 我们的题目是 朋友之期不可亲啊 为了防止尺度过大 因为呢 小姐在之前想到了很多邪恶的念头 但是呢 觉得我们应该遵照CCTV的一些尺度 标准啊 否则的话呢 等一下视频被和谐了 就不好 所以呢 我们把尺度改小一点啊 Kiss 那是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首先定义一个lovers的类 lovers就是恋人啊 一个恋人的类 它有两个子类 一个是boyfriend 一个是girlfriend 啊 小姐 所以 脚尽脑汁才想想到这些啊 比较妥的分类方法 可能有更加适合的啊 lovers呢 类是有情人 有情人应有的方法 例如说 kiss啊 ask啊 这个ask不是问问题啊 是要求啊 要求某人做某事 你可以ask 然后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某个对象 第二个参数是去做什么事 可以吧 可以啊 那么另外 增加第三者 others others类呢 作为路人甲的代表 它呢 想要涂谋不轨 想要kissgirlfriend 这个类的对象 那么要帮它实现愿望 那我们知道了 我们 一个对象啊 一个类 它的nam 我们之前像我们声明 这个动物这个nam一样 nam都是被protective 保护起来的 对吧 因为nam不是随便都可以改变的 所以它要protective 保护起来 那我作为第三方的 others 这个路人甲 这个类呢 要如何才能kiss到这个对象 OK 因为呢 我们要 嗯 作为实验 所以呢 我们kiss里边呢 就要访问到这个对象 它的名字啊 访问到它被 被protective的这个名字 那么要怎么做呢 当然是用到了 我们这一节课讲的 有缘关系 好 大家可以试一下 因为呢 很多东西我们想啊 和画图 画框架都感觉 好啊 那但是呢 我们如果说把它 自己来做起来 写成代码的话呢 我们会发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有一些是语法方面的问题 有一些呢 是逻辑方面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一定要大家多多来学习啊 我们说到了学习 这事实上呢 是怎么样 是两个字的 对吧 如果是学的话呢 学的话呢 就是说 你看小姐的视频啊 自己翻书 看别人的原代码 这是学啊 学的是一些技巧 方法 而习呢啊 学习的另一大部分是习 什么是习呢 习呢 就是不断的练习 一定要自己去体验 去经历过了 OK 这些知识才是你的 对不对啊 所以说我们 说你如果说是 去清华北大上课啊 去哈佛大学上课 但是呢 你根本就没有自己练习 那听谁讲的 那都是一样啊 OK啊 赶紧 开始动手 然后呢 待会小姐给大家讲讲 这个 例题啊 这个 不大妥的练习 OK 好 那么小姐就假想你 现在已经是 把视频给暂停了 然后我们现在又是 经过了多少道坎坑路 然后又编程 遇到了很多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又继续 视频的讲解啊 我们来讲解一下 这个练习题 大家自己去编写过 经历一些问题就OK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代码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代码的主要结构 这个代码 其实写得很精简了 首先呢 是lovers这个类 对吧 lovers这个类呢 表示是一对一对的恋人 一对的恋人的一个鸡类 一个鸡类 那么他有一个 kiss的方法 有一个ask的方法 kiss的方法呢 我们发掘了 他这个的参数啊 他这个的参数 我们是命名 是声明一个指针的 OK那有些朋友可能说 我这里不要用指针 可不可以直接lovers lovers啊 不加信号 不带指针 那也可以 没问题啊 这个又不是改名字 对吧 又不是改名字啊 这个没问题 当时呢 小姐这里只是增加一下 大家阅读的难度啊 增加一下阅读的难度 看的应该是没问题的 因为呢 之前我们已经讲过的指针了 对吧 我们这只是指向了 这个对象的指针 好吧 然后呢ask的话呢 ask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做什么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boyfriend呢 我们也没有多写啊 直接写一个 写一个构造行数 写一个构造行数 然后构造行数呢 也是基于我们这个lovers的构造行数 就是给他命名 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类 然后有一个others others的话呢 他有一个kiss 他一来就是图谋不归的 他就只有一个kiss 一心想要kiss别人的女朋友 这样子 小姐是不提倡的 当然这里为了我们视频的演示 没办法啊 嗯 然后呢 lovers的这个 构造行数呢 就是 等于name 也就是说我们 造一个人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命名 给他命名 男的boyfriend 叫做A君 他泡了一个小妞 叫做B妞 然后呢 他这个others 这个陌生人呢 叫做路人甲 ok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girlfriend.us 啊 可以 因为我们这里 两个是指针嘛 所以我传过去的 应该是这个对象的地址 对吧 加上一个取地址的操作符 其实这个可以非常简单的 这么记住 我们声明的是一个变量的 那么我传 不是 是一个指针变量的话 那么传过去 就毕竟是传一个地址过去 对吧 普通变量 那你就传一个普通的直过去 当然在这里 我们不一定是要用指针啊 如果说你生明一个爸爸妈妈的类 要给你的孩子改名字 那么你就要必须要用到指针了 因为呢 你要修改到那个对方类里边的名字 那你就要用指针啊 这个不需要 只需要拷贝一个直过来就可以了 因为呢 我们在这个Kiss和Az里边呢 需要用到被protected 被保护起来的名字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到了这个Kiss啊 这个Kiss 这个Kiss的话呢 首先是自己 就谁 亲了谁啊 对吧 亲了这个传进来的人的名字 的Lover的名字 那么这里传进过 传过来的是boyfriend 对吧 传过来的是boyfriend 那么我就是 这自己的名字就是 我们在这里就是逼妞嘛 逼妞 亲亲我们家 哎呀亲爱的Lover的Name Name Lover在这里传过来嘛 他Lover传过来是boyfriend 然后boyfriend的Name 对吧 它是一个结构啊 一个对象 对象就是一个特殊的结构 好 然后呢 如果是Az的话呢 那我这里要求boyfriend去干嘛 两颗字符串啊 宝贝加上boyfriend的名字 再加上帮我 something啊 something就是干嘛 好 这里涉及到了非常多的XXOO 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个others others可以Kiss 它Kiss这里呢 我们在这的仓数啊 它引用到了这个Lover Lover这里用到了 调用到了Lover的Name 对吧 Lover的Name Lover的Name呢 是属于这个类的Protected的 不是它的子类 根本就访问不到 对吧 而我们的others呢 根本就不是它的子类 所以呢 理论上是访问不到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访问得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写了一个 friend classothers 这时候others跟lovers 这两个类呢 它们是有激情的 它们俩呢 是 就是一对啊 就是 断背关系 好吧 那我们编译一下 然后运行一下 好我们看到我们成功了啊 逼妞轻轻我们家的A君 宝贝儿A君帮我洗衣服了 然后当当当 路人甲登场 然后路人甲成功的 kiss了一下逼妞 那这样子说明他成功kiss到了 那我如果把这个给去掉呢 我把它给注视起来 我编译一下啊 我得把这个logs打开啊 编译一下 编译一下 他报错了 他报错了 他说什么 他说第69行 69行在哪呢 在这 69行它怎么了 他的这个lover name 啊 这个lover name 他是属于assessed protected 什么访问保护啊 他是访问保护的 他在这个lovers里面被访问保护起来 所以呢 就cannot assess 不允许被访问 好 这里说的非常的明显了啊 这又不是你的lovers 对吧 你是others 所以呢 不能够访问啊 只有你跟他们确立了朋友之间的关系 才可以访问啊 这就是交友不慎的结果 OK 好的 那么 今天是咱这个视频啊 接下来的话呢 小姐会多整理一些有趣的练习 给大家多学一学 多练一练啊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教程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